虽然香港人是一种非常喜欢买楼的人,但某时候,他们都会停一停,想一想,尤其现时肺炎疫情又再恶化,有些在往事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已经可以卖个满堂红的楼盘。 都卖到老鼠拉龟一样,就好像会得封早排卖的Coco Hills,位处真正的九龙区,离地铁站不远,交通方便,又是名牌大发展商,有质素保证,而这个盘六月份远销程已成为市场焦点。 无论代理们或者市买家们都相当期待,而这个盘在今个月初开价,当时第三波仍未爆出,楼市仍是一片好景,发展商变一时深红,以至实赤价接近两万元的军价推出首张价单, 足足给附近的丽港城贵足两三成,一房单位入场费都要近八百万,原来在南田一带,只有丽港城及汇景两个大型屋苑,而且楼龄都很高,不少业主都已经供满楼,正好可以吸引这批换楼客, 只不过,Coco Hills开价高,不少区内原本有意换楼的业主都打退堂股,就好象不者有一位亲戚,至少十几二十年前已经买例港城一个单位, 由于楼龄已高,而这家人亦不是经常会装修翻身的人,所以单位已有不少问题,例如漏水等等, 而这些问题已困扰一段时间,所以是几个月就计划卖了层楼,换楼又好,租楼又好,方案本来刑本确定, 而先租楼同时买Coco Hills,到入伙时搬入自住都是一个方案,反正单位已供满, 乙子亦已出身,卖掉旧楼作首期再由乙子供楼都是一个方法, 不过,就在Coco Hills开架之后,这家人见赤架再乘两万银,即时打烧这个念头, 宁愿先租楼,再慢慢看看有没有其他入市机会, 这个例子是个别例子,还是大部分人的想法,不者不敢下定论, 不过,在这个盘开架后,疫情又再恶化,令这个盘的销情有更多压力, 其实,作为一个焦点新盘,Coco Hills开卖前的收票反应可说是非常非常一般, 只收到一千多票,发展商见细息不对,原来已公布二百四十几个单位价钱, 却只推售165伙,不惜最终亦只成功买到八十几伙, 可以算是会得封近几年首轮买得最差的新盘, 不过,正正由于肺液再爆发,就得到一个借口, 让人觉得这个盘买得差是因为疫情问题, 而不是价钱太高,而发展商也都明正言顺地讲明短期内都不会加推, 到底,疫情第三波是害了这个盘还是够了这个盘?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